我是大奴才生的小奴才 生于朝五校尉的杂艺院 也长于这中年难见太阳的奴才窝 幼时院中有科老杏树 我那座木工的爹 为我在树下扎了个小鞦韆 我八岁那年路过的陈姨娘说了句 杏树招臭虫便命人挖掉了 那时我不懂事 抱住树干哭嚷道 这是我的 不许你们挖 管事的留婆子一戳我的脑门 冷嘲热讽 什么是你的 这树是老爷的 这鞦韆是老爷的 连你爹 你娘 和你个小蹄子 都是老爷的 原是大少爷见我性子乖巧 才和我娘商量 用二钱银子买了我 一张卖身器 我便不再是自己能做主的了 大少爷 王文府是老爷的嫡长子 模样像极了他祖父 自小就被和服宠爱非常 所以他院里的姬妾婢子 是最多的 牧春微雨的傍晚 我娘拉着我去认主 莺莺艳艳满屋 万子千红拥着府大爷 不是圣春 更似圣春 他约莫不到三十岁 可已然挺起大肚腩 很是老乡 沈师的目光 将我从头扫到脚 我像是被毛侧里的苍蝇缠身 没忍住一击灵 府大爷扎巴着一串葡萄 用脚尖碰了碰端葡萄的 壁子的膝头 宿水 你看新来的这个小丫鬟 和你是不是有五分相 宿水扭过头来 白净的额上 铺着一层细密的汗珠 容貌上乘的婢女 以身为嫁 端着一盘盘饭菜瓜果 公主人饮食享乐 真修可参 捧着真修的秀色亦可参 这些婢女们 便被换为御台盘 这是地精的公子哥儿们 近日钻研出来的新玩法 揪其源头 便是我们府上的 这位府大爷 他总是以此类事为荣 若见了哪位公子不效仿 他还会以断交相要挟 仿佛不折辱我们 便会让他们扫了颜面 我不忍心 乖乖走过去 挨着宿水跪下 我学他的样子 伸出双手 帮他拖住沉重的白玉盘 府大爷见状 笑竹颜开 你叫府什么来着 倒是个上道的机灵丫鬟 福原 我将头捶得很低 贵得板正 自打因为阻拦他们砍杏术 而被留婆子罚了十大板后 我就学乖了 听话 磕头就能免受皮肉之苦 甚至能免去一死 那我们这样人为言轻的人 又岂会不做 宿水投来感激的一瞥 趁势张口 大爷既然觉得他与我像 便交给我调教吧 贤大爷伸出手 掐了一把宿水的脸颊 他笑得满脸横肉都在抖动 该教的可都要教啊 别舍不得你的秘迹 宿水 宿水的面上一阵红一阵白 磕磕绊绊应了一声 那晚 他先将我安置在了他的房里 他是一等大丫鬟 是有个小小的单肩的 他一边帮我铺床 一边热心地说道 按规矩 你该和那群小的出去睡大通铺 但我见你 便想起我阿妹 我生了私心 就将你带进来了 他转过身来 兴眼淘塞 一整晚 只见他这一丝笑意 紧接着 他便描眉画眼 又出去了 拉下门脸前 他深深回望了我一眼 我问他 宿水姐姐 可是还有活计 要嘱托我做的 他轻轻摇了摇头 露出一个 我看不懂的微笑 夜里凉 你干好被子 服员 不必等我 长大些之后 我才知道 那一整夜 一整夜的消失 是他被换去了 辅大爷的房里 他的身上 总有心淤痕 腹筑就淤痕 层层叠叠 如毒账笼罩 辅大爷爱吃酒 醉昏了头 就爱打人 专挑肤白细嫩地打 伤痕足够触目惊心 才会让他 智得一满 我跟着宿水 他总教我后院的活 譬如 真指 煮茶 熬药 和晒书 有日 晴光的中夏天 墨地大雨滂沱 我们晒了一院子的书 收得狼狈极了 个个都是落汤鸡 宿水 却不管自己 先来帮我擦头发 凌厉地杜若 却来掐我的脸蛋 宿水那样小气的姑娘 竟将你养得 这般珠圆玉润 快说 浮圆 你究竟给她 挂了什么迷魂汤 宿水拍打开杜若的手 催她一口 只准你逮着谁都认知己 我还不能 有个贴心的姐妹了 我曾问过 宿水为何对我格外关照 最寒冷的冬夜 她的手臂 也时不时露在外边 只为了随时帮我掖被搅 辅大爷的院里 有小厨房 她但凡得了好吃的 如有两份 必有我的一份 若只有一件 那也是留给我的 我捧着风塘膏 看她满眼的期待 忍不住就酸了鼻腔 她待我好 好过我亲娘 宿水姐姐 你对我这般好 总不该是全然止阴 我有几分像你的阿妹吧 宿水正了正 春风打落梨花 一地碎白 我也不知怎地 她局促地捋了 捋并边的碎发 轻轻一阵苦笑 她便红了眼眶 福元 我看着你 就和看到刚被我爹 卖进来的我自己一样 那会儿的她 如梨花洁白 不惹尘埃 那之前 她最大的苦恼 只是吃不饱 穿不暖 而现在 她只剩吃饱穿暖了 那些挨过的打骂折辱 一碗羹 一块糕点 就在主子眼中 全数抵消了 可在宿水眼里呢 人非草木 焉能无心无情 梨花被摧折 落入污泥 半点油布的她自己 宿水想护着我 想护着曾经不知仇的她自己 所以 她才刻意不让我 多去府大爷面前显眼 我抱住她 听她问我 福元 风堂高甜吗 阿姐 很甜 真的很甜 可谁知 我在看见风堂高 却是被府大爷招去 做她的御台盘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 双膝跪地 双手高高举起 精致的餐盘 被我捧在手心里 一旁会有婆子盯着 若稍有抖动 冒犯了权贵 下来少不了要挨打 跪着求生 原来是这种感觉 宿水说 她从十四岁就开始下跪 跪着给主子穿鞋 跪着给主子暖脚 跪着给主子侦查地水 如今她十八岁 跪软了膝盖 跪弯了脊梁 可我没跪太久 便被一只骨节分明的 手挽住衣袖 何必如此折辱丫鬟 只听这清悦柔和的声音 我便能想象到 说话的年轻男子 该长着多和善温润的眉眼 侍郎大人 还真是怜香惜玉啊 辅大爷捧着场 余光里 我瞥见他冲我扬了扬下巴 我才敢站起身 可我头一次坐这餐架 跪抹了腿脚 不小心踩到了裙摆 一个没站稳 慌慌张张 便将一盘糕点 全数扬在了那位侍郎大人的衣襟上 煞时气血倒涌 我吓得跪回原地 双臂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对上薛克吉双眸的一杀 我似是已看到了黄泉路 微凉的中秋夜 一轮圆月挂在他身后洞开的窗外 他病不恼 只洒脱地一斗钱金 清理残渣 辅大爷冲过来 扬起巴掌就要打我 该死的剑蹄子 竟敢 不妨是 薛克吉站起身 烟绿长衫 温柔地划过我的脸庞 如松如竹 如明月清泉 他将我护在身后 四两拨千斤地拦住了辅大爷 你我大丈夫 又岂会与一个小女子计较 辅大爷心满意足 却仍将我蛮横地拽起来 我骨架小 站在这位兵部侍郎身旁 还不到他的下巴高 闻到辅大爷一身的酒气 我猛地就切身体会了 宿水的深深恐惧 薛克吉再度为我出头 还请王公子放手 不等我挣扎 辅大爷便撒了手 将我甩进了薛克吉的怀里 有力的双手 扶住我的肩头 隔着薄薄衣衫 他掌心的炽热 一路游走到我的心间 薛大人既然看上了这个小丫鬟 我愿做个顺水人情 将他赠予大人做辟切 薛克吉想婉拒 我撇到他要白手 便忙转头扶在他的胸膛上 我点起脚 泪眼汪汪 死死盯住他的双眼 那张清俊的脸上 目若朗星 我颤巍巍轻声对他说道 大人 求你了 我不想被打死 宿水说 我生了双小阳士的元眼 只需可怜巴巴的仰视 就能博得人的怜悯 我在拿我的性命 赌薛克吉的一瞬心软 薛克吉微微皱了皱眉头 而后放开了我 将我推到他的身后 那个宽阔的后背 挡住了门外涌进的寒风 我与满地的残渣一样狼藉 悬着的心快 跳出了嗓子眼 那薛某确之不恭 多谢王公子歌爱 我的人生 在薛克吉答应的那一刻 迎来了转机 我那晚回房 高兴地抱起宿水 原地悬了好几圈 阿姐 阿姐 等我在薛府混出个人样 攒了钱我就来数你 咱俩做一辈子的伴 谁知那一晚 我前脚跟着薛克吉离开 宿水后脚 就被王文府招了去 后来我娘告诉我 府大爷明面上将我慷慨送人 实际上心里藏着气 声音越过高墙 那晚好多人都在宿水淒厉的哭喊声中 听到府大爷的贺骂 老子白养了几年的姑娘 还没尝个滋味 倒先被他端了去 在他眼里 我就是那盘风塘膏 该被权贵吃干抹净 连扎也不剩 第二日 宿水被人发现时 已投了井 尸体被草草埋去荒山 我后来去找 爬了大半日才寻到 阿姐 你绝不是自己投的井 我在他的坟前 哭得喘不上气 若是自己投井 王文甫何必如此 偷偷摸摸地仓促处理 宿水一定是被他打死的 我一路流眼泪 一身坟香味 回到薛府时 眼睛已哭得红肿 天生就被徐黛烟撞见了 他叫住我 府园仔细脚下 园里在修缮回廊 一截不显眼的木棍 挡在我脚下 我只顾着揉眼睛 差点就踩了上去 我回过神来 望见徐黛烟的温婉眉眼 他冲我招了招手 我便只得走过去硬化 谁叫他是这儿的当家主母 薛克己唯一的妻 他立在微语如知的廊下 在看一旁的小丫鬟叠帕子 见我走到跟前 他便命人端了一盆热水来 先先束手取出一块帕子 在热水中浸湿 再折成掌条 他将热气腾腾的帕子递给我 柔柔一笑道 你且坐稳 再用这热帕子敷敷眼睛 我乖乖听他的话 依着珠红柱子坐在阎廊边 双手捧着帕子 扶我酸疼的双眼 耳边是徐黛烟不急不缓的声音 大人收你 静府那日便说过 你若有什么难处 只管同我们讲 何苦哭坏了身子 只将牙打碎了 往肚子里咽呢 静府那日 时值深夜 薛克己身上有淡淡的酒气 我既被家主赠他做碧妾 自然也摆正了态度 先下马车 转身再去搀扶他 我的手搭上他的手腕的一杀 他便如触惊雷 慌忙避开了 纵使有几分罪意 他还是沉着地换来管家扶他 扶我下马 夫人睡下了吗 管家回他 夫人的可及犯了 雪春才熬了要送去 想来这会儿还醒着 薛克己原本还被管家扶着走 一听这话 一扶衣袖 挣脱搀扶 便大不留心向府中奔去 彼时我跟在他的身后 不必看他正脸 指着慌乱的背影 也该知他有多牵挂他的妻 管家命我跟去 那晚我便在徐代言的病榻前 做了些端药送水的活计 他始终已在薛克己的怀里 很晚才注意到我 薛克己向他说了前因后果 再三强调 他来我们府上 便安排在我娘房中伺候 与你这儿的大丫鬟雪春无异 他轻轻吻他的病发 燕儿 我绝无奈切之心 那晚 徐代言的神情始终无甚波澜 那时我与他们还不熟悉 我只当他二人 如同这许多高门贵府的夫妻 是相敬如宾 是客气体面 他是大家闺秀出身 见夫君那个碧妾 也不好大半夜发作 所以才会这般和善 你叫福元是吗 那王公子素来有虐杀奴仆的恶名 你既有这原法 承蒙我家大人搭救 我今后自然也该善待你 我跪下磕头向他行礼 做足了忠仆的模样 薛大人与夫人救了福元的命 我此后定当效全马之劳 报答二位主子 我没想到 徐代言会将手从锦背下伸出来 在寒凉的秋夜里 他轻轻扶住了我的臂弯 他想拉我起身 福元 好好的人 做肾的牛马呢 我震惊抬眸 这才仔仔细细看了一眼徐代言 他的言为有力小致 纵此刻不失粉带 也足够楚楚动人 没有人同我讲过这样的话 何况他还是个主子 从前的那些人 只会告诉我 要做些什么 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奴才 他在病中 扶我的手很快就没了热气 我连忙悟在自己的手心中 我在徐代言的脸上 看到一丝欣喜 小丫头 你的手真热 和抱着个小火炉似的 这样亲切的话 让我也放松了几分 那时我也没察觉 原本一路上 我的眼睛几乎要粘在薛克己的身上 但与徐代言攀谈的这会儿 眼中却只有他白净严厉的芙蓉面 他对我说 从前王家的那套规矩 就都忘了吧 福元 你此后在我们府中 做小丫头该做的事 吃饱穿暖 不必事事谨小慎微 若有难处 只管来找我何大人 府一听这话 我自然是不敢偏听偏信的 人心隔肚皮 更何况我的卖身器 转到了他们手中 我又怎敢真抬举自己 王文甫曾有一位宠爱非常的妾室 只因那妾室恃宠而骄 当着不少奴仆的面 笑颜王文甫醉酒之态 如山林野猴 就被他发卖出府了 卖进了烟花柳巷 那妾室原本是底下田庄上的农户女 谈不上大富大贵 至少清白良善 还不是王文甫看了一眼后 色令制婚 抢逼他爹将他卖给他做妾 才有了后边这些是非 我从未觉得这妾室做错了 可我若不想落得个同样的凄惨下场 只能引以为戒 绝不效仿 强权之下 人分成了高低贵贱 低的贱的则不得不屈从 第二天 我便被打发去了薛克吉的母亲院中 那是个吃斋念佛的老夫人 和薛克吉一样 慈眉善目的 但她待我 总有几分戒心 凡有往薛克吉处送对象 传话的活 老夫人都不会分派给我 若薛克吉来问安 她也会吩咐我去后院做事 尽量不让我在薛克吉眼前晃悠 我知道她在顾虑什么 闲暇时 我与府里的丫鬟们嚼舌 知道了徐代言出身礼部尚书府 还曾给当朝旭华公主做过半读 她嫁给薛克吉时 薛克吉连兵部侍郎都不是 这桩婚事于她而言 是公认的下架 我当即便想明白了 薛克吉不耐切 直取这一期 处处纵容忍让 原是顾及徐代言的出身 想来她还得靠她福保仕途 所以老夫人也跟着留心 生怕她二人之间生了嫌隙 譬如 为着我这种心思中的丫鬟 原本我也没想着要往上走 更何况从一个婢子变成妾室 又算哪门子往上走呢 我依旧被困在这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里 我依旧要一切以大人和夫人为先 我依旧是那玉台盘 只不过明面上贵得比以前少罢了 直到我向徐代言讨了准允 回朝五校尉的杂役院看我爹娘 而后得知了宿水的惨死 她的尸体很好认 草草掩盖其上的浮屠 被风雨吹开 饶是血肉模糊 但还能辨认出身上那件春蓝色的小卦 我报了官 牙柴们问我 为何如此笃定 这尸体就是宿水 我当然认得出她了 因为这件小卦子 是我亲手给她缝的 上边的梨花纹样 是我亲手绣的 我吃穿住都在削府 一阴雾食也都用旧日从王家带出来的 除了给宿水买官果 我不曾花过一个铜板 只为了早日攒够宿水的赎身钱 接她来和我一起过好日子 这是我最大的念想了 大过凡俗给女子约定的嫁人生子 我可以嫁给一个恶人 也可以生不出孩子 但我实在想拉宿水一把 将她拉出泥潭 哪怕我也如履薄冰 却还想着护住什么人 就像她当初护着我那样 热手帕敷着双眼 一片黑暗里 我似乎又看到了素水单薄的背影 听徐黛燕说 何苦哭坏了身子 只将牙打碎了 往肚子里咽呢 我的眼中又蓄满了泪水 一哭起来 我的手就忍不住颤抖 可是夫人 花有重开日 人死却不能复生 嘻嘻嘻嘻 脚步声向我凑近 我猜她想将我揽进怀中 我一想到我歹毒的决定 便不敢再看徐黛燕悲悯的目光 我决意自见诊席 不要名分 用手中仅有的这点筹码 换薛克几位素水的案子奔走 我想为素水报仇 于是我忙站起身退后两步 匆匆行了礼 就回了老夫人的院中 那晚夜深人静时 我走小路穿侧门 摸到了薛克几的房门前 这几日她公务缠身 时常塑在书房里 透过梨花白的窗纸 逗大的烛火 注立在她的书案上 我静力廊下 听她翻动书液的响声 陪她熬到了深夜 有无数个瞬间 我一想起素水的脸 徐黛燕的脸 就想扭头回去 他们都不愿我做这样的下作事 即便缘由各不相同 正值我胡思乱想之际 我听到房中传来轻微响动 薛克几在收拾书册 想来是忙完公务了 我一咬牙 硬着头皮推门而入 静止走向踏边的灯盏 大人 我是来服侍您就寝的 我不敢看她的神情 余光里 只见她李叔的手停在半空 我知道 她看到我衣衫单薄 拆簪进去 长发搭在尖头 素水说过 足够素静 胃肠不动人 吸了几盏烛光 我才敢向薛克几走去 青绿违杖中 我始终不敢抬眸看她 学着王文甫身边的那些 莺莺艳艳艳 我笨拙地用食指 勾住薛克几的衣带 却被她攥住腕子 反压制在榻上 浮原 声音轻轻 变不出喜怒 她单手捧住我的侧脸 腕子顶起我的下巴 我不得不抬头指示她 那双眼 如旧四春坛成澈 我知你不是这样的人 一句话 便让我丢盔弃甲 我不是怎样的人呢 如此处境 我又能做怎样的人呢 煞石红了眼眶 酸了鼻腔 欲雨泪先流 大人 我求您一件事 薛克几站起身 退开十里的距离 坐回方才写字的桌案边 认认真真听我讲话 我也站起身 这一回下跪 无一丝委屈受辱 大人 我曾在昭武校尉府上时 与一名换宿水的丫鬟相熟 他被王文府殴打致死 抛尸荒野 我明明报了官 可人为言轻 想来是那王文府花钱了事 竟在没了下文 此前每每我下跪时 他和徐代言都会立即命我起身 可这一回 他思存片刻 却只是前倾身子 缓缓问我 福元 你告诉我 什么样的正义 会出自男子的酒杯之中 女子的裸裙之下 倘若我今日应了你 不清不楚战了你 你当真敢信 我来日能为你办成这件事吗 如雷轰顶 我错了两酒 忍不住台谋仰师薛克几 这两问问住我了 已是隆东 方才在门外 我心怀鬼胎 不觉得冷 但此刻 却被薛克几温和的话语 惊得遍体声寒 曾在朝五校尉府中时 我们这些碧妾想得到什么 唯有卖弄姿色这一条路子 宿水将我护得很好 等闲吃穿用度 小恩小惠 并不足以让我以色示人 可到了生死关头 人命大事 我才惊觉 我被旧日那些恶念 荼毒得有多深 我自诩清醒 可还是被大事的洪流裹挟 站不稳时 就会慌不择路 我出神细思时 薛克几把他的一件大厂 踢在了我的身上 他绕到我的身后 自顾自合一躺下 如旧清月温和的声音 在我耳畔传来 福元 想通了就回去休息吧 我明日还要上早巢 实在熬不住了 可别趁我睡着了 非离我呀 福元 话到尾音 带着困倦的笑意 即便让他烦扰至此 他还在顾及我的感受 想让我少几分难过 我自然破涕为笑 安安静静起身 安安静静败别 才踏出房门 想起什么 我又折返 将他的大厂留在房中 即使我庸人自扰 至少别留下物证 再给夫人和老夫人添堵 临我再度出门前 薛克几背过身子 向我许诺道 即使我当初 没能一同救下的人命 那我自该为他讨个公道 他不曾见过宿水 连这名字 也是今晚才听说的 可他仍将此事 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说风刺骨的冬夜 我一路回房 心中如有风雷大作 不觉寒冷 只觉满是温热 如同与他出见时 握在我肩头的掌心的温热 许多年后 物是人非时 我才知 那个冬夜里 并非风雷动 而是我心动 我那时并不敢往男女之情上联系 活着便够难了 又哪有功夫风花雪月 更何况 薛克几不是我能消想的人 我们之间 隔着尊卑悬殊的出身 隔着云泥之别的见地 隔着他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下架之妻 薛克几果真将宿水的命案放在了心上 自他出面后 这桩被匆匆定为自枪的案子 又被发了出来 饭桌上 我立在老夫人身后侍奉 薛克几转头看向我 说道 今日武座又查验了一遍 他身上的致命伤 却为殴打所致 我一愣着 正要搭话 便被老夫人喝止 识不言 寝不语 你这丫头 怎不知体统 徐戴燕却为我说话 母亲有所不知 大人提的这桩命案 原是服员 那薄命的阿姐 她忘了忘我 烛光映在她明明如星的眼中 一闪一束 皆是心疼 那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啊 老夫人闻言 放下碗筷 忙转动手中的佛珠串子 念起经文来 我向来是不懂佛家之言的 我只在想 若真有什么能超度了宿水 让她得以明目 那一定是真相 是恶有恶报 是恶人伏法 我定定地注视薛克吉 几辆挺直的背影 大人无所不能 我相信大人一定会为我阿姐 讨回公道的 我与徐戴燕都注意到 薛克吉将筷子缓缓放在了碗边 但我不如她懂她 她攀上她的臂弯 关切地问道 可是与奇象之变尚未厘清 她才为着没抢到肥柴窝火 你如今还在辅兵仪式上 与她针锋相对 她定是要为难你的 那是朝堂之事 是我闻所未闻的 徐戴燕出身名门 自幼读书实礼 做过公主伴读 自然也对朝政有独到见解 她会与他讲这些事 是顺理成章的 我从不知这些权贵们 还能有什么烦恼 所以我向来对薛克吉敬佩爱重 却从没担心过什么 可在徐戴燕心里 她便没这么无坚不摧了 她怕她行差她错 她怕她得罪于人 建房中人多 薛克吉微微抬了抬手 徐戴燕便默契地指住了话头 她为她添菜 我便也审时夺事 侍奉老夫人接着用膳 晚膳过后 我得了老夫人的准许 又去书房找了一趟薛克吉 我简短地询问了 宿水一案相关的事 她没有一丝不耐烦 事无巨细地讲给我听 我尚有忧虑 促紧眉头 喃喃自语 王文福可是朝五校尉的嫡长子 她真能偿命吗 薛克吉听到了 说只打杀一个丫鬟 的确罪不至死 但因为她的出面牵头 曾经被王文福虐杀的 好几个奴仆的家人 都站了出来 跟着作证 不是所有穷人都没骨气 拿了钱 就能任凭权贵 要了自己孩子的命 我们只是 缺一个能被公正以待的机会 缺一个能活着 将真相宣之鱼口的安全之地 薛克几鱼层层叠叠的书册后抬眸 福元 你放心 只一眼 便让我心定 连日劳累 她的眼中满是血丝 我想起徐代言提到的朝堂之事 可我一点不懂 只能笨嘴捉舌地说道 大人 宿水姐姐曾对我念过一首诗 春有百花秋有月 下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我听着很有道理 人生短短数十载 还需多多看开释怀 方能笑口尝开 薛克几难难附述了一遍这首诗 长眉书展 她冲我露出一个名谋好耻的笑 福元 我知你心 多谢了 你知我心吗 贤月饮于枯柳烧头 我的心静得和窗外夜雪一样 大人 你不知我心 我的真心 生了错情 王文甫被判处斩的消息 是赶在新年前传来的 薛克几拥着暖炉喝茶 徐代言狠劲一拍桌面 就该是这样 让他害死的女儿家们 看不到新年的新气象 那他也不配看到 薛克几放下茶中 无奈地将徐代言的手握在掌心里 妈撒 拍得这样想 夫人也不知疼的 他俩已不是第一天这般禽色和明了 自打我第一天见他 他惊慌失措向他奔赴 就是这般满心满眼 容不下他人的模样 是我变了 我因这不可言说的爱虫 心生酸涩 但我将此事藏得很好 除了素水之事 我不曾与薛克几有别的交谈 偶然相遇 我也只将头锤得滴滴的 连他衣袖生风也要避开 发乎于情 只乎于礼 事故渐渐的 老夫人也不似起初那般防备我了 徐代言喜欢我做事细心 性子乖巧 便常唤我去帮雪春打下手 等到了王文府处展的日子 我执意去看 他不放心 派了两个小厮跟着我去 出门前 徐代言亲自为我披上雪场 满目担忧地看着我 你若害怕 便随时折返 王文府横竖是个死 你看不看得也不甚要紧 他是怕我下出了病 可我内心坚定 我一定要亲眼见这恶人偿命 我不怕 夫人 我只怕他逍遥法外 徐代言自然明白我的坚持 便长叹一口气 顺着我道 至少早些回来吧 我还等着你给我做好那只梨花香囊呢 我曾对徐代言说起 宿水喜欢看梨花 朝五校尉府中 那些寒冷彻骨的深夜 我拥着浑身清紫的宿水 听他说 他有多喜欢这洁白无暇的花 我给宿水做的女工 每样都绣着梨花的图样 王文府夜夜寻欢作乐 请乐师进府 寺主管弦生隐隐约约飘过高墙 那时 宿水细细妈撒着那些花纹 笑着对我说道 如今我也是被人挂念着的人了 我与宿水都指着这些挂念而活 服员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活出个人样来 小楼吹彻欲声寒 徐代言听了这些事 不知怎地 也让我给他绣个梨花纹样的物件 我起初想拒绝 夫人 离音同离别的离 寓意不大好 不然我绣个别的图案 给你 他摇了摇头 似乎深知我的心病 因我没能带宿水 及时离开豺狼窝 所以我常将他的死 也揽在我的头上 所以我会风魔了响 献上自己 换须客级主持公道 惠莲曾经送了许多梨花图样 给宿水 也联系到这件事上来 怪自己犯了忌讳 徐代言来拉我的手 眼中的温情 和宿水看我时 一模一样 我不信歪门邪道 我只愿问心无愧 一语击溃我的防线 那是我最后一次 向徐代言下跪磕头 我向他坦白了那天夜里 我对薛克己意图不轨的事 他听了之后 正了正 而后蹲下身 轻柔地俯了俯我的脸颊 俯元 那如今你可想明白了 他不在乎我做了这种烟渣事 甚至不查证 我与薛克己是否真如 我说的那般清白 他信我 更信他的夫君 如何不让我动容 徐代言扶起我 使去我脸上的层层泪雨 我冲他使劲点头 夫人 我明白了 正义绝不会出自男子的酒杯之中 女子的裸裙之下 我该当自尊自爱 徐代言冲我欣慰一笑 展开双臂 无声地问我 他可否拥我入怀 我曾躲过这个善意的怀抱 但此刻 我高耸地心强坍塌 我伏进他怀里 与他紧紧相拥 若世间真有神灵 以身似恶虎 以束手扶开毒杖 该当长徐代言这样 也是这一刻 我才明白 薛克己不内窃 只取这一期 处处纵容忍让 绝非顾及徐代言的出身 他在朝堂之上 连一国丞相都敢针锋相对 又怎会忌惮他 这尚书之女的身份 他只是如我爱中他一般 爱中他这举世无双的发气罢了 我顶风冒雪 去了刑场 我站在王文府能看到的地方 他一瞥见我 目自欲裂 恨不能冲上来生淡我肉 我拿起素水曾佩戴的一只玉烙子 在他面前晃了晃 我起唇 让他看清楚我说的话 杀人 偿命 西市路口 我话音刚落 刽子手便手起刀落 一直到王文府的脑袋滚落在地 被他那教子无方的爹娘收了湿 我才眨了眨眼睛 眼眶酸色 可这一回我不想再哭了 阿姐 你看到了吗 这样的恶人 终于不再为祸人间了 我们的命也是命 也该让这群权贵有个忌惮 回府的长街路边 冬雪覆落枯枝 乱穷岁玉 很像我和素水曾经一起试弄的梨花树 一片雪白 真相也大白了 若日子能这么一天天过下去 也没什么不好 我渐渐收起了对薛克己的心思 哪怕除去乌山不是云 但我大可先守着老夫人 待将他养老送终了 再给他们小夫妻做个管事婆子 一辈子也能过完 这么想着 不嫁人生子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谁知 我入薛府不过三年 薛克己便因得罪了其丞相 被贬西南 要远离地京 消息辅意传来 老夫人便惊惧过度 卧病在床了 我寸步不离侍奉着 贬折之路千里长 若在离京前养不好 一路颠簸 老夫人该留病根了 薛克己和徐代言 都是菩萨心肠的人 拿出府中一众奴仆的卖身器 言说想走的 只管领了银子带了气 离去便可 我充耳不闻 照就熬药喂饭 勤勤恳恳侍奉老夫人 徐代言于无人处堵住我 为我分析厉害 王文府之案后 我便将你爹娘也一并熟来 做了我娘家底下田庄的管事 你只管留在京里 守着你爹娘 将来寻个良人成个家 有何不好 我手里端着带喜的药碗 实在躲不过 便欠了欠身子说道 夫人心善 不愿带我们这几个 土生土长的小丫鬟离京 都给发落了好去处 我抬眸直视她 自自出自真心 夫人何大人 是做善事不图回报的好人 却不知 我也是个讲良心的 莫说于礼我该跟着你们去 于情我也是真心想跟着你们的 我将药碗放在盐廊下 上前攀住徐代言的腕子 夫人 莫说贬折 纵使你们成了乞丐 我也跟着 我会做女工 会释花弄草 给姑娘梳发盘头 能挣到钱 下半辈子换我养你们 我也不回 徐代言愣在原地 眼中是久久难消的 惊艺与感动 她会握住我的手 好一句不悔 也不枉我们 真心待你一场 谁知我才劝住了徐代言 薛克己又来相劝 离京前夜 月明正在梨花上 她似是喝了酒 撞开了我的房门 小窗前 书影下 我佯装睡着 不知她想作甚 谁知 她摸索过来 只是将一个信封 放在了我的脚凳上 你的卖身器 拿好 从此你便是自由身了 听语气 分明已有罪意 可她待人接物 却总是清醒有礼 那清竹式的身影 玄疾离去 怎么降门推开的 又怎么降门 好生和尚 门扇一戏间 明月应照天地间 山似玉 玉如君 薛大人 你与夫人这般好 又让我如何舍得 所以我虽拿了卖身器 却执拗地与他们同路而行 一直到渡口处 我要上船 薛克己难得皱眉 带着几分斥责对我说道 福元 你是想一辈子给人做奴才吗 当牛做马的滋味 你还没尝够吗 我是不想再当牛做马的 可是薛大人 你将卖身器还我 此刻起 我已是自由身 我不会再给人当牛做马了 徐代言扯他臂弯 大人此言太重了 你不过是不想扶元 跟着我们离家千里受苦 何不好好说话呢 我出入他的侍郎府时 奴仆满园 热闹非常 如今他二人走时 只有寥寥几个 无处可去地跟着赵看 连徐代言的陪嫁丫鬟雪春 都被他送回了尚书府 我看了看薛克己 又看了看徐代言 清正良善的官人 聪慧豁达的姑娘 宿水为我续了命 他二人则为我改换了人生 我上前 拉住徐代言的手 反问他 夫人 我对你说过的话 你莫不是都忘了 他眨把眼睛 满目为难 向我撒娇服软 服元 你当之我心 我自然十二万分 想由你伴着 得了他的准化 我便理直气壮 踏上了船 我从包袱里 拿出我的卖身器 在薛克己眼前晃了晃 薛大人 我如今是自由身 你拦不得我坐船南下 他的眉头 煞时便促成了死结 没日没夜的公物 他不烦恼 被全臣打压遭贬 他也气定神闲 想不到有朝一日 倒被我这肚里 没闻墨的小丫鬟 知得无话可说 一路上 薛克己也盯不住我 我照就看顾老夫人 亦或帮徐带烟打打下手 老夫人拍拍我的手背 长叹一声道 服元 你出来府里时 我只觉你留不长久 谁承想 你竟是个不离不弃的 我半蹲在他身旁 为他挤了锦衣领 一路越往西南去 越发树密水栏 老夫人 等落了脚 安稳下来 您教我十字读书吧 将来我帮您抄佛经 薛克己与我堵着气 到了地方收拾宅院 始终不准 我踏进他家半步 我用我攒下的银钱 在附近租了个小院子 一面给人上门书头 做志工攒钱 一面听着他府邸的风声 在他家招管事的消息传出时 我收拾包袱登门了 徐代言抬眸看似我 历史就笑开了 从经中带来的老嬷嬷 站在一旁打去 我瞧着后边的人 也不闭牌了 有了这位大姑娘 谁还征得头筹呢 我躬身行礼 向徐代言笑言 却不知 县下薛大人不在府中 夫人可能做主 徐代言站起身 笑夜如花 顾盼神飞 好福袁 我不要你卖身给我家 只与你签个聘用的书器 料想他知晓了 也挑不出我的错处 他上前来轻轻点我的眉心 你这鬼机灵 怕不正是如此打算的吧 我乖巧地挽住他的臂弯 好夫人 不多些新眼子 又怎么给你作伴呢 这一次 我踏进薛府 以自由身 心甘情愿 恰直梨花纷飞的时节 月夜下一地碎白 似锐血照丰年 我捧着一件挂子 去找老夫人 转过抄手游郎 偶遇了薛克吉 他一掌着几本书册 即便遭贬 他也不忘证悟 这一回 我心中清明 大大方方向他行礼 笑道 大人倒是通透 才来几天 就上手了 薛克吉一清朗一笑 声音温和如旧 京中也好 西南也罢 办的都是百姓的事 我自该一视同仁 他再次向我问起素水 我指了指愿中的一棵梨花树 大人 我临行前 给素水姐姐修缮了一座像样的坟营 还在她的背旁种了棵梨花树 她生前最喜欢看着质地洁白的花了 薛克吉点了点头 而后与我擦肩而过 她穿着初见时那件烟绿长衫 如松如竹 如明月清泉 我很庆幸 我平生唯一一次心动 是对这般匣自月韵的君子 向他靠近的每一步 他都在反过来影响我 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后来如我当初所计划的一般 先为老夫人养老送终 再给薛克吉和徐黛燕 做个管事婆子 我终生未嫁 对他夫妻二人的子孙 视如己出 徐黛燕常管教他的子孙们 说不可瞧不起我们这些奴仆 尤其是我 他说 我为报恩而来 这么多年劳心尽力 早不欠他们什么了 我哄着他的小孙女入眠 只是清浅一笑 若与你们这样的好人 我愿意算糊涂账 一辈子不离不弃 院中的梨花又盛开了 我的头发也悄然转白 回顾此生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 曾在朝五校尉的杂役院里的日子了 只记得 曾有一位白净温婉的姑娘 拉了我一把 她告诉我 要好好活着 活出个人样来 阿姐 你看 我如今可有让你失望吗 啊 这个人 这个人 是